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HKCE2009 Mathematics Paper 1 Session A Question 3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理解我做這輯影片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麻煩你Posture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第3A這一條就要看一份卷 就要我們做這個Factorization A Part 很簡單,就有兩項,而我們很快可以看到 它的Combin Factor就是AB 抽公斤至AB 完成 好了,到B Part B Part 我一看,以為跟A Part那麼像 大家都有A2B A B2 數學人最真就是巧合 哪有那麼巧合 就是說我們要用A Part的答案 放在B Part OK OK 那頭兩項就抄回A Part的答案 尾那兩項呢 如果我們抽了7之後發覺 剩下一個 A加B的Factor 即是尾兩項 一抽完7之後就組成了一項 何謂一項 只要它一個乘數關係 它就是一項 好了,現在整個畫面的一步 只剩下兩項 因為它就是 AB乘以A加B 即乘數關係是一項 然後7乘以A加B 乘數關係是第二項 當然是抽的COMON FACTOR A加B 抽完之後 收工大吉 好,多謝大家收聽 有什麼問題可以Email給我 再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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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